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顶级半导体研发公司之一的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MEC宣布,其与ASML的联合实验室在电脑晶片制造方面取得多项突破。 该实验使用的是,ASML最新的高数值孔径及紫外曝光机,High-NAUV,该设备价值高达3.51元,折合3.82亿美元。 MEC表示,通过ASML先进设备,High-NAUV,以成功单次易刷出逻辑晶片和记忆体晶片的电路,其尺寸一样小或小于目前商业生产中最先进的电路。 这一进展表明,领先的晶片制造商能够按照计划在未来几年内使用ASML最新设备制造出更小,运算速度更快的晶片。 MEC执行长范登霍夫·Luke Van Den Ho声明表示,High-NAUV对逻辑和记忆体技术的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MEC指出,晶片制造过程其余部分所需的许多其他化学品和工具也在该次测试内,而且似乎适合商业生产。 为此,三星电子、SK海力士、美光等半导体企业也订购高数值孔径及紫外曝光机。 ASML是电脑晶片制造商最大的设备供应商,该公司提供一种利用光束帮助制造电路的大型机器,归功于其在曝光机方面的主导地位。 最新款的高数值孔径及紫外曝光机有步骤更少且能印刷出更小电路,应该能替晶片制造商节省资金,还能证明该设备昂贵的价格是合理的。 路透日线报道,英特尔已采购首批两台高数值孔径及紫外曝光机,第三台预估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交付给T辉达和苹果生产晶片的台积电。 英特尔高层Mark Phillips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向路透表示,第二台机器能用来支援开发生产线所需的晶圆数量与实验。 与此同时,英特尔正式宣布,基于Intel 18A制程节点打造的首批产品,AIPC客户端处理器Panther Lake和四伏器处理器Clear Water Forest,其样片现已出厂,上地运行并顺利启动作业系统。 距离流片紧搁不到两个季度,英特尔便再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目前,Panther Lake和Clear Water Forest均进展顺利,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量产。 此外,英特尔还宣布,采用Intel 18A的首家外部客户,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完成流片。 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代工服务总经理Kevin A. Buckley表示,面向AI时代,他们正在推进多项前沿系统及代工技术。 为英特尔产品部门和他们的代工客户提供对下一代产品至关重要的全战式创新。 他们为英特尔18A目前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并正与客户密切合作。 目标是在2025年将英特尔18A推向市场。 7月,英特尔发表了英特尔18IPDK制程设计套件的1.0版本,让代工客户能够在基于英特尔18A的晶片设计中,利用Ribbon FET全环绕炸机电晶体架构和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 EDA和IP合作伙伴正在完善对英特尔18A的支援,以便其客户能够展开新产品的设计。 这些进展表明,英特尔代工率先在向客户开放的制程节点上,实现了Ribbon FET全环绕炸机电晶体和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的结合。 借助生态系统提供的EDA和IP工具以及工艺流程,Ribbon FET和PowerWire这两项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将通过英特尔18A向代工客户提供。 英特尔代工凭借其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可靠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以及业界领先的先进封装技术,整合了设计和制造下一代规模更大,运行更高效的AI解决方案所需的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额外配置或修改的情况下,Panther Lake和Clear Water Forest能够顺利启动作业系统,清楚地表明了英特尔18A的良好状况。 英特尔预计将于2025年通过这一先进制程技术重获制程领先性。 Panther Lake的DDR记忆体效能已达到目标频率,同样体现了Intel 18A的顺利进展。 将于明年首次大规模生产的Clear Water Forest提供了未来CPU和AI晶片的设计蓝图, 结合了Ribbon FET全环绕炸机电晶体,TowerWire背面供电和For Virus Direct 3D先进封装技术的高效能解决方案, 以实现更高密度和功率处理能力。 Clear Water Forest也将是采用Intel 3T BaseDye技术的首款产品。 依托英特尔代工的系统级代工能力, Panther Lake和Clear Water Forest有望在每瓦效能、电晶体密度和单元利用率方面实现显著提升。 英特尔的EDA和IP合作伙伴已于7月获得了Intel 18i PDK 1.0版本的访问权限, 正在更新其工具和设计流程, 以便外部代工客户开始基于Intel 18a的晶片设计。 这是英特尔代工业务的一个关键里程碑。 Cadence高级副总裁兼定制IC和PCB事业部总经理Tom Becker表示, 通过提供业界领先的EDA和专为Intel 18i优化的IP, Cadence与英特尔代工的战略合作能够帮助他们的共同客户加速创新。 Intel 18i的最新进展令人鼓舞, 他们也很高兴能在基于Intel 18i的先进设计上为客户提供支援。 Synopsis EDA事业部总经理Shankar Krishnan-Morthy也表示, 很高兴看到英特尔代工抵达关键里程碑。 英特尔代工已准备好为客户提供Intel 18i制程节点, 并正在将设计下一代AI解决方案所需的各要素整合在一起, 这正是双方的共同客户需要和期待的。 作为晶片设计公司和代工厂之间的桥梁, Synopsis在全球晶圆代工行业中起着重要作用, 他们很荣幸能与英特尔代工合作, 面向英特尔的先进制程节点提供Synopsis领先的EDA和IP解决方案。 Ribbon FET全环绕炸集电晶体架构和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是Intel 18i的两项核心技术, 有助于处理器的进一步微缩及其能效的持续提升, 这正是推动AI运算的发展所需要的。 Ribbon FET能够严格控制电晶体勾道中的电流, 有助于晶片组件的进一步小型化, 同时可以减少漏电, 随着晶片密度的持续提升, 这一点变得非常重要。 PowerWire则通过将电源线移至晶圆背面, 优化了讯号路由, 进而降低了电阻, 提高了能效比。 总体来看, Ribbon FET和PowerWire的强强联合, 有望大幅提高未来电子装置的运算效能和电池寿命。 英特尔率先将结合了全环绕炸机电晶体架构和背面供电技术的制程节点推向市场, 将使全球代工客户受益。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